2007年 刘雨晖两岁半的女儿 被确诊患有重度自闭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她没有语言 无法与身边任何人交流 整天整宿的哭泣 甚至大喊大叫 甚至她连痛感都没有 孩子被确诊的时候 亲朋好友都劝她 放弃吧 甚至连医生都对她说 放弃吧 别治疗了 治疗也改变不了什么 只能是浪费你的时间和金钱 当时的刘雨晖 事业正值顶风期 普通工人月薪一两千元 而她月收入已经过万 在沈阳市兴起酒店做总监 是一位年轻时尚的女白领 但女儿被确诊之后 为了专心带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她辞掉了工作 换下了漂亮衣服 像个男人一样开着小货车 为审承一些小超市 搬货送货 陪伴自闭症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是看不到尽头的一条路 每天重复的动作 极其缓慢的进步 没有回报的付出 这种精神上的压力 可以轻易地摧毁一个人 而除了身体上的折磨 自闭症孩子的父母 有时候还要承受 来自于社会的歧视 和不理解 有一次 她带着女儿去菜市场买菜 她在前面走 没注意到女儿在身后 从一个小摊上 拿了一个油炸糕吃 后来刘雨晖听见 有人高喊着 抓小偷了 抓小偷 担心女儿有危险 刘雨晖赶紧 拽着女儿往前走 结果女儿被一位妇女 一把拽住了衣服 那人大声地喊 女儿是小偷 偷了他们家的油炸糕 刘雨晖赶紧解释 说这孩子有病 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知道什么是偷 但那位店主 根本就不听解释 反而认为 是刘雨晖指使孩子 合伙偷东西 怎么解释 对方也不听 就是破口大骂 最后刘雨晖 因为嗓子说话费劲 也不解释了 站在人来人往的 市场当中 紧紧地搂着女儿 任由别人唾骂 我们难以想象 这个外表 看似强大的女人 究竟经受了 什么程度的打击 会让她有 崩溃绝望的时候 她会坐在街角 放声大哭 但是擦干眼泪 转过身 刘雨晖从来都是 笑着面对女儿 如今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作为母亲的坚持 到底改变了什么 待会儿 感谢观看